何老公回农村改造老房子何小院 今天终于对小院后面这个烂门下手了 现在把烂掉的墙和门清理干净 秉持着能省则省的观念 这个门打算用200把他修好 这是小院另一边的围墙 破了一个口子 把这些草清理干净 等一下用砖砌一下 疯疯鼓鼓又三年 把地上这些草根挖干净 把墙也用锄头修平整 等一下气装好放门 今天又是非老公的一天 现在要出来ом 大家很高兴 他把你当成爸爸了 这是小院原来放门的石墩 现在废物利用 如果现在要买这个 应该都买不到了 应该也没引用这种石墩的门了吧 很多老物件现在都淘汰了 看着你 总是没眼睛 总说不出 不是真的爱上你 小院的门上次拿去润水泥 脏的都不想要了 局局现在把它洗干净 还可以再用 这个水泥太难洗了 没办法 太硬了 只能用钻头膜来 还不错洗的挺干净的 我从来不感受 的我 你的美 总是让我 和不不去 什么 你的发想 总会一直不去 我的世界 什么时候 看谁 周夜难分 从天附地来 这都是因为 像你 墙头用瓦盖一下就好了 偷偷的爱上你 这个门框算是切好了 把门装上去看一下 这是门装好的样子 改天打磨一下上个亲戚应该还不错 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老公想在小院这里做一个凉亭 自己不会 也没经验 本来想在网上买一个现成的 但是看看这个价格 还是算了 自己做吧 买了一台电锯 不会用 还是用手工具 最后还是哥哥和嫂子帮忙扶着锯了一块板 这个电袍子也不会用 一点都没有跑下来 这大哥的样子倒是很专业 其实不会木更火 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弄 我倒是挺期待他 到时候弄成什么效果 成功上去压 今年一路发 从来不敢奢求的我 从来不敢奢求的我 你的美 总是让人 我 我 你 我 你 这笋卯结构 属实有点粗糙 请问一下 这是笋卯结构吗 这是中国传统笋卯结构 这个笋卯 这个错误了 这个错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路边捡了一根木头 可以做点什么呢 铁牛 铁牛 过来 铁牛 过来这里 铁牛非常聪明 是一只两个月大的拉布拉多串 比小米鲜奶蘑菇一个月 也是蘑菇的保安队长 小米是铁牛的同样席哦 哈哈哈哈 这些是之前拆下来的旧木板拿来做凉亭的台子 感觉省下一大笔 没办法 防抚木太贵了 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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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臂 铁牛 可能是没弄好的原因 明天继续 和老公回农村改造老房子和小院的第三个月 我们准备花500在这里搭一个租卷 哦不对是凉亭 昨天把凉亭的主体结构打好了 四边不太稳 今天给凉亭做个栏杆 你有一双瞬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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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敢奢求的我 你的美意总是让我 把这个边修平整 把木板补上去 不许我的世界 什么时候 开始就别难分 从天赋予来处 都是因为想你 我 偷偷的爱上你 看了拱地的较长视频 聚着也会用 只能偷偷的想你 只能偷偷看你 总是你冷静 总说不出 都是真的爱上你 嘿 你是不是蘑菇的彩刀 隔壁邻居家的鸭子来串满 我也要养一只尼古拉斯 灯 不许不许 小米 小米 你很坏 这两个坏狗 把这个栏杆打磨一下 牌子也打磨一下 成年包姜都打掉了 又是非老公的一天 怎么样 打磨的跟新的差不多 一分钱没花 做了一个凉瓶 就差一个茶桌了 明天茶桌做起来